主料,山药200克,猪肉150克,辅量,油,盐,鸡蛋一个,胡椒粉,淀粉,葱花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将瘦肉切片放碗中备用,在瘦肉片中放入淀粉,鸡蛋,精盐,胡椒粉,将其搅拌均匀,放至纳烟纸10分钟,将山药去皮洗净,切片备用, 开火,放入清水,烧开后,将山药片倒入,山药8分熟的时候,捞出粒干水分放盘备用,开火放油,油7分熟时,放入葱花爆锅,葱花爆出香味后,把腌制好的肉片放入锅内煸炒,炒至金黄色时盛出备用,另起火,油开放入山药片煸炒几下,在山药炒香后放入肉片煸炒, 炒熟后即可出锅,出锅前放些味精,味道会更好,烹饭技巧 一,炒山药时,炒8分熟即可,二给山药去皮时,要戴手套,不然山药皮粘在手上,皮肤会过敏,很痒的 三,放一个鸡蛋精就可以,但我怕浪费,就把鸡蛋全部放上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